凌晨两点,客厅的体重秤突然自动播报,今日体重21克 可是,体重秤上分明空无一人,而人的灵魂刚好21克 半夜,我被一道奇怪的声音吵醒,今日体重21克 温馨提示,您的体重过低,请注意补充营养哦 居然是客厅那个体重秤在语音播报 我瞬间清醒了几分,我烦躁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 一看时间,凌晨两点 我一边打哈欠,一边在微信群里质问 你俩谁大半夜在客厅称体重啊 还老是21克,吵死了 这是爸妈给我在市中心买的房产之一 因为我胆子小,闺蜜王莫莉又长期租房 我就叫她来免费陪我住 第三间房则租给了另一个女生 很快,手机传来叮的一响 原来是莫莉在群里回了消息 莎莎,你说什么呢 我今晚一直在房间打王者,哪有空出去称体重 对了,朱敏昨天回老家了,她在群里说过 你没看到吗 而且,我没听到声音,你是不是做个梦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客厅再度响起那道电子音播报 今日体重,21克 温馨提示,您的体重过低,请注意补充营养哦 这下,我彻底没了睡意 我急忙在群里问莫莉,你听到了吗 又响了 现在家里只有我俩,我们都没有出去称体重 也没有养宠物 所以不可能是误处 莫莉略带敷衍地回我,我估计是体重称接触不良 我刚开了一局游戏离不开啊 要不你去客厅把电池抠掉,应该就安静了 我一向胆小,但是现在有起床气 怒撞耸人胆,正要打开房门走出去 突然,手机震动,有人给我发来饲料信息 是今晚一直没在群里说话的另一个室友,朱敏 他给我甩来一张游戏页面截图 又道,别出去,王莫莉在骗你 我刚刚看过了,他的游戏根本没在线 最新上线时间还是五个小时前 我急忙打开自己的游戏软件 一切正如朱敏所言,莫莉确实没有在玩 我压下忐忑,不敢再出房间 可转念一想,不对,其实我不出去 也可以通过APP关闭体重秤 这个秤是一个星期前,莫莉送我的生日礼物 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的八位数 能计算体质率,自带语音播报 还能绑定手机APP,实时记录体重 我打开APP,操控手机摆秤关机 这下应该不会响了 我悄悄走过去,检查了一下房门 都好好反锁着,这才放心地继续睡觉 可刚瞇着,耳边又响起那道催魂夺命的电子音 这下,我的心态彻底炸了 我再也睡不着,疼得坐起身 眼睛发直地抓起手机 APP上,体重秤赫然显示关机状态 可是,她明明还在想 一看手机,2点15分 我并没有瞇多久 莫莉这时候,在群里疯狂爱特我 沙沙,什么情况 我也听到了,怎么那玩意还在想 你去客厅抠掉电池啊 我正在打团呢,不能挂机 我心态都要崩了 一看这话,没好气地质问她 你游戏都不在线,打得哪门子团 莫莉气呼呼地回我 我的号已经荣耀了 我玩的朋友的号 你没加好友,肯定看不到啊 我担心你害怕 一边打团,一边回你微信 你居然怀疑我 很快,莫莉发来找朋友借号的聊天截图 还有她正在打游戏的截图 我发现自己误会了她 只好转移话题问 我用APP把体重称关机了 可她还想 你这段时间用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自从收到称之后 我就放在客厅当公共物品了 没想到,莫莉很快给我回复 我送你的礼物 怎么可能会自己偷偷用 我不清楚 我刚刚帮你问了客服 但是这个点别人下班了 没回我 莎莎,我估计是称坏了 称什么都是21克 你别多想 要不你现在去客厅称 你称自己的体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要自己吓自己 我想了想,有道理 要不出去看看 说不定就是我的心理作用 这时,手机再次震动 朱敏给我发来私聊 别信王莫莉的 别出去 只有鬼的重量才刚好21克 你现在出去 负在体重称上面的那只鬼 就会杀了你 看到这些消息 我脸色惨白 却又不敢相信自己的闺蜜有问题 毕竟朱敏和莫莉一向不对盘 莫莉高中没毕业 就出来混社会了 是个及时行乐主义者 爱玩爱闹 另一个室友朱敏则一看就是学霸 成天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沉闷的刘海盖住大半张脸 俩人发生过几次小矛盾 都被我化解 朱敏觉得莫莉作风不好 又死板 我担心朱敏是借此机会 挑拨我和莫莉的关系 于是怀疑地问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怎么这么晚还没睡 朱敏说他刚看完书 正准备睡就看到群消息了 见我不太卸任的样子 过了一会 他突然说 APP可以记录每次的体重吧 你看看你撑了多少次了 我迅速打开APP一看 六次 得到回复后 朱敏严肃地说 七为极阴之数 七日还魂你听说过吧 其实夺魂也是七天 人的脚上有一个三音学 直通三魂七魄 只要你再上一次称 那只鬼就能从你脚底 钻进你的身体 吞噬你的灵魂 彻底取代你 我下了手机 差点掉在地上 那么大一个六次 有个的我不信 知道我害怕 朱敏画风一转又安慰我 你别出房间 只要熬到天亮就好 这才两点半 距离天亮还有很久 我并没有被安慰到 果然 门外响起脚步声 咚咚咚 咚咚 咚 不对 不是脚步声 似乎是什么东西 砸在地上的声音 我脸色发白 体重秤 是体重秤 它居然在一蹦一跳的移动 它正缓缓朝我房间靠近 电子音一砍一顿 带着满满的恶意 筋 日体重 21克 请 补充营养哦 一片漆黑的房间门口 突然白光闪烁 光线从门缝里 丝丝缕缕挤进来 那是体重秤亮起来的光 它停在了我的房门口 幸好 我睡前有繁琐房门的习惯 我蜷缩在床上 大气也不敢出 整个人都在颤抖 补充营养 什么营养 我就是它的营养 电子音还在播报 一声接一声 仿若催魂 好在 我听了朱敏的话 死活不开门 这鬼东西 似乎一时半会进不来 想了一会后 外面没了动静 门口也陷入漆黑 难道是没电了 它走了 我心底一洗 小心翼翼的光脚走到房门口 俯下身 撅起屁股 透过底下门缝朝外看去 漠然 我对上一双鲜红的瞳孔 有人在偷窥我 下一秒 门口响起一道笑嘻嘻的声音 哎呀 莎莎 你干嘛呢 给你发消息也不回 担心死我了 原来是茉莉 也是 她长期熬夜 眼睛满是红血丝不稀奇 我哆哆嗦嗦的问 体重秤呢 隔着一扇门 茉莉声音悠悠 我把她丢下楼了 别怕 我游戏打完了 快开门 今晚我陪你睡 一听这话 我放下心来 正要开门 突然 我撇到亮着的app 不 不对 体重秤还显示着已连接 我们这里是12楼 如果莫莉真的把体重秤丢了下去 这么高的距离 是会自动断掉蓝牙连接的 她在骗我 见我不为所动 莫莉有些不耐烦了 她开始撞门 喷喷喷 还好房门结实 剑撞不开 莫莉突然离开 听动静是回了她自己的房间 接着 她又回来了 我的房门 想起稀稀缩缩的动静 她居然在翘锁 可她说的话 却像是真的担心我 莎莎 你是不是又犯病了 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不要被蛊惑 千万别想不开 我这就来保护你 犯病 我有病吗 好像是的 眼看着房门即将被打开 体重秤马上就要进来了 我怕得要死 幸好朱敏及时打来电话 我的声音带着哭腔 问她该怎么办 朱敏在电话那头立鹤 莎莎 听我说 你现在立刻把桌仪抵住房门 把窗帘全部拉紧 门缝也用衣服堵死 不要让外面的光源泄露一丝一毫进来 只要门不开 不脱光 这鬼就进不来 然后你打开手机 我给你发一个链接 你下载链接里的这个电子蜡烛软件 点燃电子蜡 你把手机放到枕头边 我会让我的护身仙家 通过软件去帮你 原来朱敏还有护身仙家 难怪莫莉总说她神神叨叨的 明明只是租客 她却愿意这样帮我 我莫名有点感动 我哆哆嗦嗦的起身 费力拖动书桌 把桌子椅子一股脑抵到门口 又点开朱敏发来的链接 下载了电子蜡烛软件 点燃电子蜡 漆黑的房间 瞬间被科技火光照亮 直到我按要求做完一切 朱敏冷淡下来 又恢复往日 那副死水模样 行了 你什么也不用做 安静地躺在床上睡一觉 醒来之后 一切都会结束 说完 她直接挂断电话 我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 起身翻箱倒柜 准备找一个防身之物 我不知道的是 在我转过身后 放在床上手机忽然一震 一道血红的影子 在电子蜡烛的火光中 从手机屏幕里钻出 缓缓贴向我的后背 一 我察觉到背后突然一冷 猛地扭头去看 却什么也没看到 与此同时 我的手在压箱底的包里 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 我迅速拿出来一看 是一把鹤红色的剪刀 不知道哪里来的 刀身摸着特别滑腻 说不上来的手感 像是裹了一层人皮 拿到鼻端一闻 还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这剪刀虽然有点诡异 可却是我现在唯一的武器 不管了 死马当活马医 而我不知道的是 原本那道红色虚影 已经要碰到我的背 即将趴到我背上 在我的手摸到剪刀的那一瞬 红影忽然被灼烧 身上甚至冒起淡淡的黑烟 他疏地一下 缩回手机里 电子蜡烛软件 也自动闪退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刚挂断的朱铭 再次打来电话 语气很是气急败坏 纪莎莎 你刚刚做了什么 我有些莫名其妙 不是 我做了什么 我没做什么呀 我不就按照他的要求 武装房间 我不就找了一把剪刀 问题是 朱敏没说让我找武器 他只是让我躺平 想到这 我担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下意识隐瞒了这件事 见我沉默 朱敏的声音 居然带上了一丝咬牙切齿 好好好 我现在就回来 你别动 不然王茉莉和体重称那个鬼 一定会杀了你 房门口 茉莉闯门失败 但是门被桌椅抵住 他进不来 朱敏的办法果然帮了我 我握着剪刀 躺在床上 心里安定不少 茉莉在外面不停地敲门 沙沙 你刚刚跟谁打电话 是不是朱敏 我恩了一声 茉莉冷笑 我就知道是他从中挑拨 否则我们这么多年闺蜜 你为什么突然反常 他越说越生气 丢出一颗炸雷 前天 我路过朱敏的房门口 看到他居然在里面点了一屋子白蜡烛 我当时忘了告诉你 你如果真的认为体重称闹鬼 那肯定是朱敏做的手脚 只有他懂邪术 茉莉这么一说 我倒是隐约想起来一些事 把房间租给朱敏之后 我不会擅自进去 但有一天 我在自己房间 居然被他房间飘出来的烟给熏倒了 那时候 我还怀疑他是不是在我家放火 本来是想进去看看的 可我刚走过去 朱敏就出来拦在门口 说这个房间蚊子多 他只是在用驱蚊烟饼 还拿两块给我用 他房间外是小区公园 树很高 我便打消了怀疑 可听茉莉的意思 那并不是灭文 而是朱敏在做什么法事 再联想到 朱敏刚刚让我在房间做的事 是有些怪异 见我松动 茉莉的语气温柔下来 我俩这么多年闺蜜 你连我都不信吗 就算你不信我 总要信警察吧 我刚刚已经报警了 警察应该很快就到 对 我没有丢掉体重称 那是因为 我想把朱敏作恶的证据留着 等会交给警察 你不想看到我 认为体重称是我做的手脚 我理解 我现在就带着体重称回房间 把自己和这鬼东西繁锁起来 等警察来了我再出来 不过 等会就要麻烦你去帮警察开门了 我果然听到茉莉走远的动静 随后 她房间传来关门落索的声音 她这样做 倒是让我放心不少 如果茉莉真要害我 怎么可能主动帮我报警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况且 警察一身正气 就算家里真的闹鬼 也能破除所有邪碎 茉莉和朱敏各执一词 我现在只相信警察 我安心等他们来就行 说服自己之后 我的情绪逐渐平静 我握着剪刀 警惕地盯着房门口 三点整 玄关外面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声音格外空旷 在夜色里清晰地传到我耳边 你好 请问是茉莎莎女士吗 我们是警察 接到您的报警电话 还请开门 这么快吗 警察终于来了 我几乎喜极而泣 啪哒一声 我没有犹豫 立刻打开房间的灯 撅起屁股 看了看门缝底下 确认外面没有茉莎和体重称之后 我才挪开桌椅 直接打开房门 按亮客厅的灯 朝玄关冲去 我拉开一道门缝 外面果然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我下意识地看向他们脚底 有影子 是活人 直到他们给我看完证件后 我才彻底放下心 打开门让他们进来 我本想让他们检查一下家里 看看到底是人还是鬼作祟 顺便叫茉莎把体重称爆出来 可当我的目光 不经意扫过两名警察的脸 整个人顿时僵住 我喜欢刷短视频 很巧的是 之前刷到过一条科普 警察是不会蓄胡子的 可是 这两名警察留着浓密的胡子 他们根本就不是警察 我立刻握紧手里的红色剪刀 强装镇定地说 不好意思 请你们出去 我没事了 剑已经暴露 两个男人索性不装了 他们直接把门关上 嘴角扯出诡异的笑 迅速朝我扑来 四肢粗壮的大手 恶狠狠抓向我的肩膀 我头皮一炸 疯狂后退 直到退到一具温热的身体上 我被人扶住 身后传来女生关切的声音 莎莎 你还好吧 是茉莉 茉莉出来了 在她声音响起的同时 两个男人停住了脚步 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我转过身 用尽全身力气 狠狠地甩了茉莉一巴掌 咬牙切齿地瞪着她 王茉莉 你骗我 他们根本就不是警察 茉莉低垂着头 俯着脸 倾笑出声 呀 被你发现了 不这样做 你这个胆小鬼 怎么敢走出房间呢 我又怎么进行下一步呢 说着 她忽然伸手 用力一推 本就摇摇欲坠的 我失去力道 直接摔倒在地 红色剪刀也掉在脚边 我神精致地 把这个唯一的安全感 揣进怀里 茉莉俯视着我 笑嘻嘻地弯腰 拽着我的头发 强迫我仰头和她对视 我的头皮很痛 我听见她恶毒的声音 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响起 记沙沙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你这服装白莲花的样子 你 你说什么 我忍着疼痛 看向她扭曲的脸 啪 我的脸上 重重挨了一巴掌 王茉莉冷笑 我说 你就是个虚伪的贱人 要不是你有钱 谁愿意跟你当闺蜜 无论身高长相还是成绩 我都不输你 我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 你比我好 十年前 那个女生坠楼死亡后 两个男的为你进监狱 我背负了这么多年的骂名 甚至被迫退学 早早进入社会 吃尽了苦头 你却依靠装疯卖傻 在那件事里 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从那之后 你也心怀愧疚吧 所以你对我格外好 你装模作样的 给我买不适合我的姐妹装 我穿着 别人说我浪 你穿着 别人夸你性感 你上大二那年 你跟我说 高中时候的校草在追你 你故意来我面前炫耀 问我要不要答应她 可是你明明知道 她是我当年喜欢的男生 你大学毕业后 装模作样的邀请我 免费住你的房子 不就是施舍我吗 你是不是觉得 我给不起 一千多块的房租啊 还有 你口口声声说 我们是闺蜜 可我说我不喜欢朱敏 你偏要把房子租给她 你不就是想看我跟她吵架 看我笑话吗 我听着茉莉 一桩桩一件件的控诉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在她心里 对我有如此多的不满 这些不满 甚至让她的一颗心 宛如脆了毒 迫切地要我去死 我瘫倒在地上 喘着粗气 整个人像是 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下一秒 我的脸彻底僵住 熟悉又诡异的电子音 在我旁边响起 今日体重21克 温馨提示 您的体重过低 请注意补充营养哦 体重秤从茉莉房间里 一蹦一跳地出来 缓缓朝我逼近 我尖叫着抬手 对着体重秤 举起鹤红色剪刀 虽然这秤是一个死物 但我却能感觉到她的情绪 似乎很高兴 又似乎有些畏惧 高兴是因为 她终于可以夺舍我了 而畏惧 则是因为我手里的剪刀 接着 我听见电子音响了 这次 不再是体重播报 而是更恐怖的话 折折折 这剪刀居然是一个法器 还在保护她 难怪我进不了她身 去 破了她的屏障 茉莉冷冷勾起嘴角 看我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没想到朱敏对你这么大方 居然给了你一个法器 可是 这把剪刀 不是朱敏给我的呀 茉莉对身后的两个男人 一挥手道 动手 男人们朝我冲来 鬼怕剪刀 可人不怕 人在生死关头的潜力 无法想象 我疯狂挣扎 毫无章法地挥动剪刀 动作太大 剪刀划过两个男人的脸 划掉了他们的胡子 刀锋留下丝丝血迹 原本红艳的剪刀 沾了鲜血之后 迅速酷败 通体焦黑 我愣住了 却不是因为剪刀的变化 而是因为两个男人的脸 注意到这一幕 王茉莉神经质地大笑起来 记沙沙 你又打算顾忌虫师 装病不记得他们吗 我眼去眼里情绪 害怕地举起剪刀 试图把自己蜷缩起来 我确实不认识他们 高个子男人咧嘴 露出恶意一笑 没关系的 我们帮你回忆回忆吧 大姐大 我听到一个 有些莫名其妙的故事 在王茉莉口中 十年前 我和她是同班同学 而这两个男人 一个叫尹坚 一个叫赵强 当年是我们的学长 也是高中部的校霸 更是我和莫莉当时的男朋友 那时候 我的父母因为抓住时代机遇 赚得盆满钵满 我们既家在本地 可谓有钱有势 所以学校里的人 个个都宠着我让着我 以我为首 后来 学校新来了一个 叫陶可燃的转学生 他长得特别漂亮 成绩也格外好 一时间成为学校新宠 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 偏偏我看不惯陶可燃 认为他抢走了属于我的光环 于是总带着莫莉和尹坚 照强欺负他 后来 因为我们的行为越来越过分 陶可燃患了严重的抑郁症 再又一次 我们把他逼到七楼厕所 打算拍不雅照片 且上传校园网时 陶可燃翻过护栏 从楼顶坠下 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父母散尽家财 聘请了最好的律师 收集证据 把我们四个人告上法庭 最终 那年恰好成年的隐间 赵强 锅铛入狱 我和莫莉则躲过一劫 网友们知道这件事之后 把莫莉骂得狗泻临头 莫莉被迫退学 走上社会 而我的父母 却在网上晒出 我的精神疾病诊断书 又花钱 把关于我的消息全部抹掉 最终 我得以平安长大 这件事 甚至没有波及我一分一毫 莫莉被这件事影响至今 心里全是对我的怨恨 偏偏我还因为精神病 遗忘了这件事 在她看来 所有苦难 都被她和尹奸 赵强帮我背负了 在这十年里 我一直扮演一个上位者的姿态 施舍给她各种我不要的东西 包括这个房子里的第二间房 可是 当年欺负陶可燃 明明是你出的主意 明明我们是帮你出头 凭什么我们被毁了一辈子 你却全身而退 现在还过得这么好 莫莉掐着我的脸 撞落癫狂地质问我 我一个字也回答不上来 我只能握着沾满纤屑的红色剪刀 浑身不停颤抖 体重秤也失去了耐心 雀悦地从里面钻出来一双惨白的手 鬼手无限伸长 朝我的脖子掐来 我毫无反抗之力 被鬼手拖拽向体重秤 我看出来了 他似乎想让我上秤 可忠明说了 我已经上过六次秤 再上一次 我就会彻底被体重秤里的鬼夺射 我必死无疑 我挣扎着举起红色剪刀 我对着三人大声哭泣求饶 看在我们曾经是朋友是爱人的份上 放过我 当年的事情我真的不记得了 但是我以后会弥补你们的 王莫莉蹲下身体 轻柔地抚摸着体重秤 连连冷笑 这可是我当初花重金找人买的体重秤 下了南洋鬼咒 我费尽心机送给你 你以为我会就这样轻易放手吗 可惜啊可惜 本想让你不知不觉地死 给你留个体面 你偏不出来 你以为现在这个破剪刀 还能保护你吗 果然 如他所言 我伸出的剪刀失效了 并没有让鬼手畏惧 两个男人的血 果然破了剪刀的屏障 唯有童子血有此功效 莫莉为了害我 准备周全 我知道 这次我死定了 我不该走出房间的 我应该听周敏的话 濒临死亡时 我突然听见 不远处传来开锁的声音 接着 大门被人一脚踹开 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女生 她依旧戴着那副巨大的黑矿眼镜 浓密的刘海 遮住了她的眼睛 她静静站在原地 正是周敏 她今晚说的都是对的 她说 莫莉引诱我出去 是为了害我 果然如此 她说 她会回来找我 现在当真 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这一刻 我对周敏的信任和感动 到达顶峰 我惊喜地大叫出声 朱敏 朱敏 救我 朱敏会那么多玄学 肯定是有真本事的 我终于要得救了 房子里的人全部愣住 显然谁也没想到 她会出现在这里 王莫莉的嘴角 勾起一抹诡异的笑 看我和朱敏的目光 仿佛在看死人 她胜券在握地说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今天谁也不能阻止我 朱敏丝毫不在意这话 她烦躁地腻了我一眼 吃笑 蠢货 什么 我愣住 朱敏刚走进门 体中秤林的两只 惨白的鬼手 就立刻就松开我 咆哮着朝她洗去 只见朱敏不慌不忙地 从怀中掏出一根白色蜡烛 和她给我发来的 那根电子蜡烛 长得一模一样 蜡烛尽未点自然 紧接着 从蜡烛里 窜出来一道红色虚影 朝着体中秤扑去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 这就是朱敏口中的 护身仙家吗 红影死死裹住体中秤 接着 传来喀崩的声音 像是在吞噬撕咬什么 哀嚎声响起 却是那柱在体中秤里面的鬼手 也是茉莉口中的鬼咒女 王茉莉和影间 赵强想冲上去帮体中秤 那道红影 浑身爆发出巨大的煞气 硬生生把三人掀翻 撞上墙壁 传来砰的三声巨响 没多久 那个在我看来恐怖无比的体中秤 最后竟然被红影吃干净 只于一个空壳 变得和正常的体中秤一样 惨白的鬼手彻底不见 只于一抹淡淡的鬼气 久久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 茉莉痛苦地扶着墙爬起来 对着再也不会动的体中秤哭嚎 鬼咒大人 没了 她所有的希望都没了 我没有再多看茉莉一眼 也不再畏惧这两个 对我满是恨意的男人 有朱敏在 今晚一切都结束了 在我们复杂的目光中 红色虚影飘到朱敏面前 轻易地蹭了蹭她的脸 我满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顾不上再去捡那把红色剪刀 激动地朝朱敏和红颖走去 朱敏 真的特别特别谢 在我说话的时候 朱敏和红颖起起转头看向我 第二个谢字 就这样毫无防备地 卡在了我的喉咙里 我终于看清了红色虚影 她惨白的脸上满是伤痕 两行血泪 从她空洞洞的眼眶中流出 她的两条腿 很不协调地站着 像是骨折了般 她的脚一睁一反地立在原地 我的确不太懂玄学什么的 但我清楚 这绝不是任何护身仙家会有的样子 这分明是红衣厉鬼 更可怕的是 阴风掀起朱敏额前的厚重刘海 朱敏慢腾腾地取下鼻梁上的黑矿眼镜 露出和红颖如出一辙的脸 是的 合租这么久 我第一次看清朱敏的脸 他俩为什么会长得一模一样 我震惊地倒退两步 王茉莉和尹坚 赵强三人更是跌倒在墙角 陶可然 他们三人在尖叫 朱敏一改从前沉闷的模样 一边温柔抚摸着女鬼的头 一边看着我们低笑嘀喃 哈哈 人终于到齐了 虽然现在和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但是 今天是你们的死期 这件事并不会改 事情到这一步 一切都已经很明显 朱敏 不是来救我的 是来杀我们的 是啊 我竟然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从他老家坐高铁回本市 要三个小时 今晚 他却只用半个小时就到了 这本身就极度不合理 只是在危及关头 我求生的本能 让我暂时遗忘了这些问题 可我不懂 为什么他要如此大费周章呢 这次 朱敏好心给我们解释说 因为 陶可燃是我的双胞胎姐姐 只是 他们一个跟爸爸姓 一个跟妈妈姓 虽然没有在同一所学校 姐妹俩感情依旧特别好 一家子也和和美美 只是 谁也没想到 乖巧漂亮又优秀的陶可燃 在学校被欺凌致死 陶母和朱妇 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为陶可燃四处申诉 最后却只是把两个男生 送进了监狱 而且 一条生命的丧尸 仅仅让他们坐了十年老 可陶母和朱妇 却在长年累月的奔波中 因病先后离开人世 只留下朱敏一人 朱敏不懂 这个世界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为什么害死姐姐 只用蹲十年 出来又是一条好汉 为什么两个女生 不用负责 为什么害死姐姐的 记莎莎 还能上重点大学 进家族企业 过人上人的生活 既然没有人帮她 那她就自己 帮姐姐申冤 朱家祖传 有一门养鬼之术 却也被列为禁术 其实是不允许后人休息的 这禁术要以自己的鲜血为计 没完点竹招魂 便能让冤死的陶可燃 留在人世 走投无路的朱敏 最终开启了这一门竖法 我曾经在她房间 闻到的烟火 都不是假的 王莫莉随口说 朱敏可能要害我也不是假的 见我们正愣 朱敏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怨毒 你可知道 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才在这个房子里 不下去浑纱阵 你的房间是阵眼 只要你死在阵眼中 阵法就会自动开启 整个房子沦为死牢 无论王莫莉 尹奸 赵强 还是他们那些恶心的父母长辈 甚至整个家族的人 无论他们在这个世上哪个角落 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为我姐姐献祭 而那个鬼咒女 王莫莉刚把她带回来时 我就知道了 我故意不说 本想养肥了她 让她成为姐姐的养料 可惜 记杀杀 你不能死在别人手里 你只能死在我姐姐手里 杀光你们 吞下你们的魂魄之后 姐姐就能凝聚实体 成为鬼羞 再也不用忍受轮回之苦 甚至还有机会得到成仙 都怪你 记杀杀 你不听话 我让你封闭房间 点燃电子蜡 姐姐原本可以通过手机去杀了你 启动阵眼 可是 你偏要出房间 你偏要我亲自回来一趟 不过没关系 现在还没到4点44分 一切都还来得及 养料已死 我姐姐的实力又壮大了几分 只要把你丢进阵眼 阵法依旧能开启 4点44分 是天光破晓的时候 太阳底下归缩起来 而现在 已经4点20分 朱敏嘴角翘起 对着陶可燃那抹红色虚影说 姐姐 去把记杀杀拖到阵眼里 红影微微转身 对我伸出尖利的鬼爪 我再也忍不了这种 在鬼门关进进出出的感觉 我扑通跪倒在地 抱着朱敏的腿开始大哭 朱敏 这一年 我对你不差吧 你说我害死你姐姐 可是我根本就不记得那些事情了 王莫立能给我作证 我这些年一直在吃药 求求你 放过我 放过我 我真的不记得了 朱敏不为所动 红影呼啸而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原本紧锁着的大门 突然莫名其妙地再度打开 门口站着一个 一袭红裙的陌生女人 在夜色衬托下 她简直比陶可燃更像鬼魅 女人长相艳丽 黑长的卷发 微一致腰间 红唇饱满鲜润 如同刚刚喝了血 她斜跨着一个 鼓囊囊的花布包 精致的脸上 挂着一抹未及眼底的笑 呀 南洋咒女 朱门鬼羞 这里今晚可真是好生热闹啊 我没来迟吧 说着 她闲停散步 一般走进来 大门在她身后无风自观 隔绝一切 女人线长的手指 从布包里掏出一把鱼鳞刀 接着 她把那刀朝陶可燃的方向一抛 只见鱼鳞刀静直飞到虚影身上 迅速贴住她的皮肉 极青极青地刮了一下 一片血肉随即落下 化作黑烟消散 陶可燃却仿佛受了急刑 淒厉地哀嚎 满地打滚 红群女人走过去 一边小心翼翼地捡起 被我们遗忘的红色剪刀 一边笑咪咪地说 嗨嗨 不好意思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苏九 目前在城南经营一家刀具店 现在生意不好做 有机会的话 你们可一定要记得来捧场哦 说着 她真重地把红色剪刀 揣进花布包里 又从里面摸出几张名片 她竟然在这种场合下 把名片一张张地塞进了我们掌心 仿佛一个真正的商人 甚至连陶可燃的虚影上 她都没忘记塞一掌 在地上搂着陶可燃虚影的朱敏 猛地抬头看向苏九 脸上的愤恨迅速退去 眼底一片愕然 失声尖叫 苏九 你是九姐 苏九的狐狸眼微眯 忽然轻斥 削魂 回来 这一声落下 那物自由走在陶可燃身上的鱼鳞刀 居然真的通灵一般 飞回她掌心 苏九把玩着小巧的鱼鳞刀 垂眸 看向地上的朱敏姐妹 轻笑道 既然你叫我一声九姐 那我这个做姐姐的 最是看不得小孩吃苦 修行不易 尤其是鬼修 消去魂魄的惩罚 便就此作罢 再有下次 我可没这么好说话咯 销魂 消去魂灵 让恶鬼遭受千刀万寡之痛 小小的一把鱼鳞刀 竟然这么厉害 朱敏脸色惨白 搂抱着虚弱的陶可燃 点头哈腰 多谢九姐不杀之恩 这个时候 我也终于记起了 这个红裙女人 顿时不满地冲她大喊 大师 大师 半年前你说的话 居然是真的 大师 这些人全部都是恶人 他们都想杀了我 你可千万不要放过他们啊 你要多少钱 我都愿意给你 我和九姐的交集 要追溯到半年前 半年前的某天晚上 我在睡前刷短视频 突然刷到一个 卖刀具的直播间 标题写着 九姐刀具 只说有猿人 直播间显示 据我捡二十千米 还跟我是同城呢 那个主播正是苏九 当时 她就穿着这条红色 棉麻长裙 明艳魅惑 可仔细看去 她手里却抓着一把瓜子 正对着镜头 有一搭没一搭地磕着 动作合怜很是割裂 当时是大半夜 直播间观众不多 都在对着眉米舔屏 我正要滑走 一直没说话的苏九 忽然开口 这位ID叫 可爱的沙和尚的观众 请等等 可爱的沙和尚 好像是我 我眨眨眼 接通苏九 给我发来的视频 连线邀请 屏幕一分为二 和她那张明艳的脸一对比 我顿时显得有些憔悴 我还没问她 拉我上麦干嘛 她不知道 从哪里摸出一把 通体贺红的剪刀 在镜头前挥了挥 笑眯眯的对我说 沙和尚 关你面相 力气萦绕 半年内有血光之灾 姐姐送你一把剪刀 现在不要钱 等你家什么时候闹鬼了 我再来收账 听到她这莫名其妙的话 我顿时炸毛 这年头 骗子都这么高端了 为了卖货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玄学都用上了 借着送刀的名义 好骗我一大笔钱是吧 我才不上当 我气愤的挂断视频连线 关手机睡觉 一夜好梦 可第二天一早 我拉开悬关处的大门时 却傻眼了 门口赫然放着一把 赫红色的剪刀 我没有下单 也没有写地址啊 这剪刀 怎么自己连夜送来了 当时我确实觉得很奇怪 可我急着上班 没想太多 后来我把剪刀 不知道塞哪里去了 便完全忘了这个小插曲 毕竟网络诈骗太多了 要不是今晚家里闹鬼 我无意中翻出这把剪刀 还真的是 错过了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事 就连朱敏都叫他九姐 他肯定能帮我一句后患 可是 听完我的诉求之后 苏九原本笑着的毛子 忽然冷下来 他看向我 只四笑非笑地问了一句话 记莎莎 你当真忘了陶可然吗 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可我强压了下去 王茉莉 尹尖 赵强 嘲讽地看着我 朱敏愤怒地瞪着我 陶可然一双鬼眼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仿佛只要我说一句没有 他们就会立刻撕碎我 一晚上的高强度压力之下 让我的情绪濒临崩溃 我仓皇点头 我忘了 我真忘了 我不记得一切 我没有做过 苏九漂亮的脸色露出一丝失望 他再度从花布包里 掏出那把贺红色剪刀 他随手用刀锋划破自己的左手 抹在刀锋上 很快 原本失去法力的剪刀 再度焕发光彩 苏九轻轻抛出剪刀 今晚一直在保护我的剪刀 忽然朝我飞来 让我避无可避 静止点在我咽喉右边 这是真言学 记沙沙 射刀一门 只就无辜之人和改过之人 射刀一门 原来苏九是传说中 传承了上千年的射刀人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剪刀并没有划破我一丝皮肤 可不知怎么的 在这股力量的加持下 那些被我隐藏了十多年的话 如爆竹一般 被我噼里啪啦的吐了出来 对 我从没有把王茉莉 当成过真正的闺蜜 姐妹装是我随手买的 基本是买一送一的折扣架 对她的好 也都是一些小恩小惠 以免她把我的秘密暴露出去 她的谣言是我喘的 因为两个人一起玩 总要有红花绿叶之分 我不允许她超过我 我一直看不起王茉莉 她学历低 随便一点东西就能收买她 她从小就是我的走狗 上学时 她是我最好的背过侠 无论我做了什么 老师同学首先怀疑的 都是恶民在外的她 毕业后 她是我免费保姆 洗衣做饭打扫 我只需要免费给她一间房 她就能帮我做好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房子租给朱敏 是因为朱敏给的租金最高 且一次性付了一年的租金 闺蜜的喜好 绝对没有钱重要 我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 当年 陶可然的死 在我看来 尹坚和赵强坐牢很正常 我家里有钱 未来一片美好 我可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死 就背上任何罪名 反正有引尖赵强和王沐利三的傻子 帮我挡着 我装疯卖傻就行 对 是我带头欺负陶可然的 区区一个转学生 凭什么分走 我经营了三年的光芒 对 陶可然是被我们害死的 我是故意装病的 我记得一切 我巴不得他们都死干净 这样就没人知道我的过去了 对 我认为 我没错 啪 重重的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是朱敏 他几乎气得浑身发抖 难以置信地反问 你认为 你没错 我被扇得偏了头 舔噬着嘴角的血腥味 忍下心里的怨恨 当我再次转过头时 脸上已经换上了可怜的表情 对不起 陶可然 是我对不起你 求求你放过我 没人理我 只有王沐利忽然大笑起来 记沙沙 你真是虚伪至极 说完 他双眸赤红地 看向朱敏和陶可然 咬牙道 十年前的事情 是我的错 后来 我被网络暴力到退学 一辈子进回 我知道 我遭遇的这些 还不足以偿还一条人命 但是 我真的愿意用一切去弥补 哪怕是命 在我用南洋咒术 害及杀杀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好了 失败被反噬的准备 现在 我输了 我愿赌服输 说着 他瘫倒在地 却高高扬起了脖子 一副任由处置的模样 尹坚和赵强两个人 更是沉默不语 缓缓跪倒在地上 对着陶可然的方向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苏九玩耳一笑 收回抵在我脖尖的 和红色剪刀 对陶可然的虚影道 修行不易 鬼修有其事 现在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你报仇雪恨 我出手阻止 你魂飞魄散 二 你随我修行 不问仇怨 个人自有个人因果 他们会有应得的报应 从头到尾 一直没有说话的 陶可然突然出声 他抬起惨白的脸 受宠若惊地 看向苏九 九姐 您 您当真愿意带我修行 苏九含笑点头 是 天命有数 你一心向善 不该在此时伤人 我本就为你而来 随后 他伸出那把鹤红色剪刀 对陶可然温声道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面吧 陶可然虚弱的红影迅速一闪 已经钻进了那把剪刀里 看到他们莫名其妙的动作 我的心突然慌了 也怒了 更是涌现一股嫉妒 凭什么 凭什么一个鬼还能修行 凭什么他还有机会成仙 我忍不住站起身质问 苏九 半年前 你给我寄来这把剪刀 难道它不是我的东西吗 你怎么可以让陶可然住在里面 还有 今晚难道你不是为我而来 不是来帮我杀这些恶人恶鬼的吗 你为什么包庇他们 苏九的脸彻底冷下来 他不笑的时候 仿若一尊雕塑 只对我吐出四个字 执迷不悟 在我的哭泣声中 苏九没有在管我 他从王茉莉 尹尖 赵强和朱敏 挥了灰红色剪刀 四个人便如鞍唇一样 跟随他往大门外走去 苏九一边走 一边从花布包里面 掏出一部智能手机 按了一串号码 然后很随意地开口道 喂 老瞻 是我 秦安小区发生一起 玄竹杀人案 人我都给你们抓住了 你们来擦屁股吧 寄生在红色剪刀里的 陶可然突然怯生生地出声 九 九姐 我妹妹没有杀人 这应该算杀人未遂吧 其余三人也疑惑 又害怕地看向苏九 九 九姐 我们也没杀成功啊 唯有苏九眼眸深了深 突然 他指尖轻弹 一抹金光摄像手里的红色剪刀 再然后 红色剪刀里的陶可然 发出一声干呕 一道白影不受控制地 从剪刀里面飞出 扎进原本已经毫无动静的体重秤里 一行五人 快步走出玄关处的大门 我刚要跟上去 一阵冷风拂过 把我推向客厅中央 大门重重砸上 我倒在客厅里 惊恐地看着面前 重新晃动着站起来的体重秤 看着那里面 伸出两只惨白的手臂 我听见耳边 想起一道冰冷的电子音 今日体重21克 温馨提示 您的体重过低 请注意补充营养哦 嘻嘻 嘻嘻 奢刀人的刀 从不是免费馈赠 苏九收的账 竟是我的命 咔崩 咔崩 一辆黑色商务车刷的一声 停在清安小区楼下 车门上贴着七个大字 特殊事件管理局 车上走下来五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男人 他一米九的大高个 见眉星目 神情冷素 男人快速走到歪歪扭扭站着的苏九面前 醋眉道 苏九 我提醒过你 不要插手我们特管局的事 苏九翻了的白眼 把朱敏和王茉莉四个人朝男人的方向一推 意味深长地笑道 等您粘对来 这个小区的人可都死光了 朱敏拿的巨魂纱症是残隽 他根本不知道 如果激沙沙真的死在房间 死在正眼里 正法大开 不仅是王茉莉三人和他们的家族 就连整个清安小区都会沦为炼狱 幸好苏九早在半年前就在直播间意外偶遇激沙沙 补算出他的命数 奢了一把红色剪刀给他 那把剪刀名为善念 苏九那时候是真心想救激沙沙的 不然当初不会送他剪刀 其实 按照正常流程来说 只要激沙沙真心悔改 苏九就能救下他 顺便收点劳务费就行 奢刀人 本就为了却人间因果而存在 可惜 激沙沙没有一丝善念 其实 奢刀人炼制的刀有灵 是不会被区区几滴童子血破功的 是剪刀的善念选择了自毁 那时候 他不想保护激沙沙了 执迷不悟的人 刀灵不洗的人 苏九不惜得浪费精力去救 从哪里起 便从哪里面 死于王茉莉之手 或者说 死于鬼咒女之手 本就是激沙沙今日该有的宿命 苏九不后悔 等到把朱敏和王茉莉四人压上车之后 站在詹记身边的可爱女生 急忙解释 九姐 咱们詹队不是不管事 实在是忙不过来 宁可千万别跟他生气 他已经忙得三天没合眼了 最近鬼怪横行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处需要咱们 根本人手不够 唉 明天又要赶往一个叫落头村的地方 据说那里自从清明节祭祖之后 村民便陆续死去 很是奇怪呢 可爱女生还在叙叙叨叨 詹记拧眉打断她 小路 够了 这些事不要跟外人说 小路吐了吐舌头 对苏九露出一个歉意的笑 苏九不慎在意 见一切都处理好 对小路挥挥手便要转身离去 忽然 詹记鼻端微动 眸色渐深 猛地拽住苏九纤细的手腕 你在楼上做了什么 苏九挑眉 用力挣脱她的手 伸手在男人胸口拍了拍 魅惑的眨眨眼 嗯 给你留了一个南洋鬼咒女 你现在去 可是能拿一个大功劳呢 可别说九姐不照顾你 詹记再次捏住她的手腕 立声道 你杀了人 这次 苏九笑得更灿烂了 另一只手甚至伸进了花布包 东西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是南洋鬼咒女杀的 不是我 詹记寸步不让 以你的能力 等可以救下她 苏九吃笑 那把名为销魂的鱼鳞刀猛地拔出 几乎是贴着詹记的睫毛擦过 幸好她伸手敏捷躲得快 苏九冷笑一声 胜负 滚 随后 跨上她的小电动车 潇洒离去 这次 詹记只是深深凝视着她 摇曳生姿的背影 却没有阻拦 直到看不见 她才大步朝楼上走去 两个手下留下看守嫌疑人 另外两个手下紧随其后 留下来看守的两个手下 开始曲曲 一个新人凑到小鹿面前 压低声音问 刚刚那个女人是谁啊 居然敢那么和沾队说话 小鹿一脸崇拜地捧的心口 语气夸张地说 她可是当今世上唯一一个射刀人 鬼谷子大弟子苏秦的直系后人 苏九 江湖人称 九姐 三 回到九姐刀具店后 苏九哼着小曲 细长的高跟鞋 踩着歌之作响的地板 直接闭门谢客 偌大的打铁屋里 墙壁上陈列着各种刀具 见到苏九 许多刀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像是在欢呼 苏九先长的手指 一一抚摸过这些刀 语气宠溺 行了 我也想你们 对了 我给你们带了一个新朋友 可不要欺负他哦 说着 苏九把贺红色剪刀挂了上去 随后 她拿起手机 咔嚓一声 给剪刀拍了个镜照 回到昏暗的房间 她把照片打印出来 斜靠在桌子边 咬着笔头 思索着什么 随后 她龙飞凤舞的 在照片背面写下 2024年4月29日 凌晨4点20 音 感受到小红的气息 却往青安小区救死扶伤 成功漆程 分闭未转 还被可恶的面摊 沾训斥一顿 可恶 非常不爽的射刀门门主 苏九记 写完之后 她从床底下 翻出一个铁皮盒子 里面居然全是照片 她小心翼翼的 把这张红色剪刀的照片 放在盒子最上层 随后关好放回原处 突然 她的脑海中 闪过小鹿今天说的话 嗯 落头村 要不要去凑个热闹呢